今天在床上拍什麼呢? 不是介紹東西的 是想跟大家說一說 要做卡包 或者新光樂園卡包的材料 首先我不拿出來教大家做 因為可能會長一點 如果介紹材料 是因為很難做的 所以都應該要以時間 所以我今天在床上拍就是 只是介紹要什麼材料 我都做了三個 不過現在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過我應該會再做 如果大家有看我介紹手工那段影片 不過不是在這部機器拍的 現在就要移到皮 因為都準備睡覺 所以我就想睡覺之前再拍一段影片 對,那就繼續 因為剛剛 對啦 我家人要怎麼進去 我就跟她說 就叫她不要進去 嗯 對啦 首先要一張白紙 我用一張白紙 那就剪了大約 大約 例如這個底 這張皮在底 就是這樣 大概 然後這樣 對啦 不需要剪到一張這麼大的 對啦 因為之後都還要紙 對啦 對啦 那 要兩張 A4紙 那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多些色彩 你就 你就可以有些眼神 就是貼些貼紙 可以的 然後呢 就是呢 要可以打開 可以的啦 要一張白紙 其實一張白紙 不需要剪的 根本 然後摺好去啦 對啦 然後呢 就這樣 蓋住在上面 上蓋住 然後呢 就 找那些 上面的白紙 或者膠紙呢 就 黏住它 然後可以放在卡 那 然後呢 就 用些紙 不知道用些膠原紙 什麼都好 總之就是 不要掉啦 找些紙 可以拿著那些手提包 生夢學員卡布 就不需要的 不需要 例如你用生夢學員卡布 去做生夢學員卡布 不是 生夢學員卡 那 那 等一下才教我做生夢學員卡布 那 然後呢 就 找一條 不知道你用什麼帶 然後 在上面綁住 然後 然後呢 我打開它裡面 然後 就 用些紙 我不知道用你 總之 你用什麼方法 如果你有卡套的話 你就可以 嗯 貼些卡套上去 然後就可以 裝卡啦 不過如果你的卡布 弄得大的話呢 那個卡套就可以 弄三個啦 三個 看看我有沒有看到三個 對 大家沒有這樣看錯我兩個 那 婆婆我朋友 那 就 爸爸 媽媽 不要吵 那 就 對 如果沒有卡套的 朋友 就可以 用紙來 包著它 對 很小的紙包著它 兩張 貼上它 那 就可以製成一個卡套 不過就 看不到那些卡的 對了 如果你想看 看到那些卡套 真的難的 如果你又沒有卡套 又想看到那些卡 其實一個卡套 可以裝幾張的 對 不過就 我不知道你怎樣 弄一頁啦 對 那我就 只有一本卡套 裝幾張 就是 對 後面都可以裝的 星夢學員卡簿了 比較高難度 一點 首先 找一本筆記簿 對 找一本筆記簿 然後 找一本筆記簿 然後找四格 我不知道你用多少格 如果你 本筆記簿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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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說 如果你本筆記簿 是大約四格 的卡頁 左右 那你就可以 貼四格卡 進去 是 我就不知道你了 是 就 拔掉所有的 葉去 然後 之後 呢 就 在裡面 就可以 再卡 不過就可以透明 的 如果你 沒有卡套 我就不知道 你怎樣 是 真的 問題 其實可以 你是 可以 如果你有真實的 星夢學員卡簿 而且 就是小的 小的 或者是 大的 四格 那 我想 如果你 不 如果你 如果你 願意 犧牲一個的話 你就可以 在裡面 剪 一些卡套 出來 然後 就是 卡頁出來 那些 就 刺下去 剪了那個東西 那 那 是啊 如果 九格 卡簿 就可以找些 九格 卡頁 不過我相信 沒有什麼人 有九格 卡頁 最多 其實是九格 卡頁 如果你很小 那些 就可以 一張張 那樣 一張張 不是 對 我都不知道 怎樣 但是 其實 應該 不要 弄 星夢學員卡簿 因為 星夢學員卡簿 比較高 高層 高難度 一些 星光樂園卡包 都建議大家 做 那 這段 介紹 星夢學員卡簿 還有 就是 星夢學員卡簿 還有就是 星夢學員卡簿 的 介紹床的影片 就是這麼多 是的 大家喜歡 就可以 like 和subscribe 我 你不喜歡 也可以 我沒有 沒有批准你們 得不得like 得不得dislike 那 那 如果大家喜歡 這條影片 就 like 還有subscribe 我 對 我到50位 之後 就會搞一個 雷子雷片 雷子雷片 不會有趣 不過 我就會問 順便 打一段影片 來問一下大家 想我50位 對者之後 用什麼來慶祝 如果大家 這條影片 你也可以 留言 如果 你想 我 我想 有兩個選擇 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 就是 想我搞 Q&A 那就加1 如果想我 想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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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我搞抽獎 的話 就加2 如果兩個人 都不想 你有其他意見 就可以在下面 留下 你想 你的意見 那 今次的影片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